如果賴清德當選 不要等到520 台海立刻就 我認為台海就緊張起來 就立刻緊張起來 所以大家到底要選一個什麼樣的人 你想要戰爭 你就選賴清德 你想要貪腐 你就選賴清德 你想要整個的不安定 或是不確定 確定是非常重要的 整個台灣會進入一個 非常不確定的狀態 那老美能怎樣呢 佩洛西來台灣以後 老共飛機一天到晚過中線 戰艦天天繞著台灣 山東號 山東號跑到我們的東部去 那美國能夠怎樣 美國能夠阻止嗎 也不能啊 你只是給了他一個機會來 你現在不能給他任何的借口 你給他一個借口 他就跑來了 跑來以後好像覺得他在理直氣壯 然後美國還沒辦法 怎麼會搞成這樣子呢 所以任何事情 兩岸的事物是非常敏感的 要非常小心的